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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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用学院没有什么来办法 没有发言资格 这点给大家说一说 然后呢 你们给我找到下一页 就是第五页 就是下一页 第五页的左边是没有的七下列财产 不可以抵押的有 是不是啊 不可以抵押的有 摘基地全上是吧 嗯 这个是不可以抵押的 是吧 租赁施工机械使用权当然可以抵押 是吧 根地的土地使用权不可以抵押 也是农村的 是吧 医疗设施可以吗 啊 医疗设施是不是不可以抵押 不一定 因为如果是公立医院的 就不能 公立医院的叫什么呀 公益的 私立医院的就可以 所以说地不能选 明白吧 用医疗设施有可能是公立医院的 有可能是私立医院的 我们说了什么 农村的公益的有争议的 是吧 大哥说 但是大哥这个医疗设施一定是公益的嘛 所以我跟你说啊 如果说学校的游泳池 什么医疗设施 是不是 大哥说 幼儿园的什么设施都不能选 为什么 大哥说 因为它不一定是公益的 私立医院 私立学校 私立幼儿园已经注意了 是可以抵押的 听明白了吗 啊 因为他们不是公立的 就是盈利用 啊 好了 这一点咱们知道 这样咱们把手翻开 现在我说了 听明白了吗 最后一个要选 是吧 一要选的是吧 你所有想公民就是争议的 是吧 搞不清楚是谁的 你敢怎么管你呀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题不能抵押的 只能选什么呢 A C E 是不是A C E的这个题呀 对 答案有问题吧 这题答案有问题吧 我可以给大家解决一下 好了 那么现在咱们把书呢 把咱们书翻开来去呢 来 我找着就是说我们的七十三页 昨天咱们讲了 你们告诉我 个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有三种情形 有一种情形就是提前三十天通知 适用期内提前三天通知 是不是啊 有一种情形就是用人单位存在着过错 那么 劳动者可以获得经济补偿 但是也需要提前通知 还有情形就是暴力威胁这个手段的时候 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不需要提前通知 是不是这样的 而我们学习了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个是随时解除 随时解除 随时解除的话是谁有过错的 叫做劳动者有过错 是这样的吧 还有一个叫预告解除 预告解除特别容易考 一定注意预告解除有三种情形 看清了吗 73页 我在说叶马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敏感一页 我到一会儿都找不到 73页 这是你也要提到预告解除 翻过来出来翻到74页 请来 74页 叫做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的规定 就是运营不下去了 我要裁员 请问有没有经济补偿 你说我找天啊 这对单位太不公平了吧 他都搞不下去了 你还让他经济补偿 我跟你们说 企业破产都有经济补偿 比如说破产还补偿到鬼啊 那破产的时候有没有清算啊 企业的尸体要拉出来一块做经济补偿 听到没有啊 所以说这个经济补偿是永远有的啊 只要劳动者没有过错 连讲都有的 我刚昨天说了 是不是连费务走了都有经济补偿 所以说你知道劳动法在本质上不是公平的 它是偏向谁的呀 劳动者的 好了 下面什么叫做经济裁员 你们自己看一下 一般的怎么考 第一次性裁减二十人或者超过百分之十 是不是啊 优先留用哪些人员也是了解 是吧 几个月内重新招等人员 比如说应该有些招这些被财的六百元 都是了解 还有有种担忽不得解除 就是劳动合同的规定 有一种不得解除啊 括号的一括号的二很简单 你只要看到一和二都与职业病 只要看到职业病不能解除 括号的三不是职业病 但是在医疗期内啊 还是医疗期满啊 医疗期内 注意啊 患的不是职业病 也不是因工复偿 但是在医疗期内 比如他问我说 关老师这个医疗期究竟有多长 这个很复杂 你不要管他了 你干的时间越长 规定的医疗期就越长 听知道吗 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干了十五六年啊 医疗期有数有三年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注意这一点吧 咱们不要纠结了啊 那么第四 第五点呢 就是第四点叫什么 女之工在运气产提哺乳期 嗯 能解除吗 那他说啊 不能解除 你们知道不知道 女孩找工作 为啥要比男孩难呢 为啥呢 就是用这一句话 听到没有啊 用人单位为啥有个不愿意找女孩 因为他很害怕 刚刚找到一个女孩 刚刚签了口红 这段时间 他说 那女孩对老板说 老板我怀孕了 然后完了 你有三 你有 你多长时间不能解雇大 运气产期不如期 是不是啊 运气十个月 产期不如期至少一年 一年十个月不能解雇 对不对 是不是啊 然后还有更早交道呢 是吧 好不容易等到一年十个月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这个一年十个月不能解雇又是什么呀 他哪怕他整天到 在办公室坐着整天 一会儿累的 是不是 一会儿出去走一走 是不是啊 一会儿说我要去家去家走了 上边吃到 下边早退 然后在上边的时候乱混 是吧 我告诉你 只要不把公司烧了 原来都不能解雇 听到没有啊 好不容易等到一年零十个月 他的孩子买一次上班了 上班不到一个行程 说 老板我又怀孕了 你不告诉我 老板都快疯了 这是合法的吗 合法的 因为现在有一个二台了 是吧 这是合法的 那快 老板都快疯了 所以说 注意到这一点 我的研究生 我跟你说都搞错 是吧 那男孩研究生 表现很差的男孩研究生 一般来说六月份 六月份那个毕业 还十月份 前一年十月份就找到工作了 可思可早了 表现很优秀的女孩研究生 老子到四月份 五月份才签合 老板我急得不得了 不过最多人都签了 因为我那个专业特别好找工作 也应该特别好找工作 那么 所以说呢 我说到这儿 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对女职工的保护越重 表面看来是对女职工好的 是吧 有没有副作用 有没有副作用 是不是啊 前 前 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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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有个人大代表 那些 所有的人大代表都不提他了 什么玩意都不提他了 有时候还提一些 摩冰起不上了一件 比如说 有个人大代表提出来 女职工呢 还应该增加利价价 就是每个月给女职工三到五天的利价价 哦呦 这人大代表好像很有 是吧 如果真的增加利价价 我告诉你们都失业了 女孩 你知道吗 谁让他招女孩了 是不是啊 还一个人大代表说增加公年期 就在孕期 哺乳期和那个什么呀 大家所产期之外再增加的公年期 天呐 更年期也要有加期 这个更搞笑了 如果真的有更年期的话 估计很多女孩刚过四十就说 我一定进入更年期 什么时候结束呢 五十五 是不是 是不是 前两天啊 西藏又出来了一个模型起码的法律 西藏我不知道最后实施没有 你就没问出来 他说吧 这个女性的产假 咱们产假现在是九十八天 是吧 咱们产假是九十八天 知道吗 有些地方可能会增加一点 国家国务院是九十八天 也就是三个月没八天 但是那西藏人产假说是 如果谁生了孩子 产假是两年 我的妈呀 这个规定要真的实施的话 你们告诉我 西藏女孩机器实业 知道吗 你说谁想敢雇佣 你是老板 你想敢雇佣吗 是不是 这两年时间内还不能把它出名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国家的很多政策 一个国家最可怕的就是 不让不同的生意说话 明白了意思吗 不让不同的生意说话 有一个所谓的圣人说了一句话 大家都说好好好 好 好 这是最可怕的 因为很多政策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都有负面作用 像当年的三峡 你们告诉我 要建三峡 是不是啊 领导一拍板 要建三峡了 三峡的毛病现在逐渐都出来了 知道吗 是不是啊 这几年 整个斯坦重庆老了汗 是不是啊 告诉我 然后洞兴湖 那个你们知道 三峡一见 下游的水就不要管了呀 泥茶停电 那个什么呀 倒是洞兴湖逐渐在消失 是吧 还有最近有传出来说是有有几条山已经断裂了 出现等等 他这个东西当年香港 香港和台湾都快炸了 说这个三峡不能修 咱们中国所有人都三峡要修 要修 要修 都是有问题的啊 好 往下走 第五个是不是在本大陆联系工作满几年 大家说 满十五年 具体法律退休不住几年 大家说 五年 你们告诉我 这是不是老员工 老员工啊 干了十五年了 而且再五年都退休了 这种老员工能解除吗 大家说 都能解除 一定注意到这一点啊 然后呢 咱们往下 六下面 你们告诉我 如果说不可以解除的人 硬是解除了 有什么后果的啊 第三行 第三行 括号六得下面的地方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上 劳动者支付不叫补偿金呢 叫什么金啊 赔偿金 而赔偿金是补偿金的几倍 几倍代表说 两倍 好吧 两倍 五叫劳动合同的终止是吧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政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这个一般不看的 随便 随便瞄一下就行了啊 好了 再往下 叫做工商与劳动合同解除 这一段很重要 工商一到四级的话 一定注意国化 是叫什么 大概说 保留劳动关系 退出工作岗位 你们告诉我 这是不要养一辈子啦 是不是这样的 工商是五到六级的话 经工商之工本人提出 可以终止劳动关系 一定注意 如果是工商等级是七到十级的话 劳动合同期满 劳动合同 劳动关系解除 所以说 你们实际能看出来 大家告诉我 商财等级 一级重啊 实际重啊 一级重啊 咱们国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拍脑的 是不是啊 我们的印象中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应该是实际重啊 有一个丫头说 我是商财十级 我们叫罗马呀 你脑袋还在啊 是不是啊 实际商财十级 手织的小手织的骨折一下 就会拼到十级 这个实际上就是特别轻的 高位截值是一级 不是十级 看到没有 高位截值啊 那这个时候要做的 一到四级 五到六级 七到十级 他们的待遇不一样 好了 终止劳动合同是经济补偿 你们告诉我 里面是不是火化的 是不是大家说啊 每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 六个月一场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算 是不是大家说啊 如果是不满六个月的支付几个月的工资 大概说 半个月的工资 而且你的工资如果高出这个城市上年度质工平均工资三倍的话 最多按照几倍补偿 大概说 三倍补偿 而且呢 大概说 而且呢 最多不能超过十二年 就是最多补偿几个月 大概说 十二个月 而且这种月工资是指离之前十二个月的什么工资 大概说 平均工资 注意 不是说是大概说 不是说签合同时的工资啊 是什么工资 大概说啊 平均工资 是不是啊 平均工资 大家要知道一下啊 嗯 下面一下 说一下 就是劳务派遣 这个你们要会算的啊 就这个地方实际上可能会出计算题 你们一定要把这几个原则基本会算的啊 合法用工方式 违法用工模式的规定 大家看到一个劳务派遣 是不是啊 劳务派遣 嗯 是不是啊 劳务派遣旁边写几个字啊 是啥 大家说 是劳务雇啊 和用工的分离 啊 就是劳务用 雇佣 或者雇佣与用工的分离 劳派遣实现了谁和谁的分离 大家告诉我 雇佣的主题是一方 是吧 而用工的主题是另外一方 雇佣和什么的分离 大概说啊 用工的分离 或者叫聘用和用工的分离 都无所谓啊 咱们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啊 你们思想想过没有 劳派遣在本质上是包工头 是吧 只是个合法的包工头 是吧 想过没有这东西啊 好了啊 那么第一段咱们找到第二段 找到第二段 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性的 支带 什么性啊 辅助性啊 临时性啊 和什么 大概说啊 期待性的工作岗上实施 什么是临时性啊 不超过几个月 大概说 不超过六 是吧 不超过六个月 工作岗位 好了 咱们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啊 接下来 劳务务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 是不是啊 八周第一行 谁和劳动者定立劳动合同 派遣单位还是用工单位 派遣单位 是这样的吧 而且定立几年以上的劳务合同呢 两年以上 是 是不是啊 而且当劳动者没有工作期间 派遣单位必须等到支付最低公司 是不是啊 好 往下 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定立什么东西啊 叫做劳务派遣协议 注意啊 派遣和用工单位之间定立不叫劳动合同 叫派遣协议 是不是啊 下面非派遣的劳动者 与什么呀 正常的劳动者 有没有同工同仇的传言 有的 是这样的吧 有的 还有用工单位 下面这个 一定知道 如果说这个被派遣的劳动者 在用工单位 因工复偿 就是说啥意思啊 受了工伤 谁负责申请工伤鉴定呢 派遣单位 谁承担工伤责任呢 派遣单位 但是如果工人在用工单位 遭受到了职业病 那么是谁负责 那我告诉啊 用工单位负责啊 注意到这就行了啊 翻过来书来 翻过来书 咱们找到下面一个就是说是76页 劳动保护的规律 劳动保护的规律 并直接找到黑标子 下面括号的二 休息休假 休息休假 这里面注意 连续工作几年以上 享受代薪年休假 一年以上享受代薪年休假 各位一个 一般加班支付不低于工资百分之 一般加班支付不低于工资百分之 什么大家说 150的工资报酬 所以一般的加班是百分之之二啦 150 如果是双休日加班呢 百分之两百 接家日加班呢 法令接家日加百分之几百 大家说三百 三百 是不是啊 按照道理来说 今天我上班应该多百分之两百 是吧 今天双休日是这样的啊 开玩笑 开玩笑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啊 但是双休日加班如果能够调休的话 嘿 就不给了 听到了没有啊 就不给百分之两百 但注意 接家日加班 调休也没有用 这里面压根没有提到调休 接家日加班的什么来说 调休 明白这意思吧 因为你们告诉我 春节你让我加班了一天 你说 事后你给我调休 请问你能还给我一个春节吗 能还吗 还不了 所以说法令接家日加班 不管调休不调休 一定是几倍工资 三百分之 好了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有一个家伙在 在国庆的七天长假中 加班了七天 天堂上一天都没有休息 他们拿到几倍工资 假定说他一个月 每天的工资 主的最简单的是三百多钱 他是在那七天都拿到多少钱 这七天不全是三倍 一定注意 只有前三天的三倍 前三天是八天 漫国家休假日 是三倍 也就是三天是几倍 几倍大高 九倍 后面四天是双休日 是不是 是双休日调休过来 后面四天只能算八倍 听懂了吗 是不是 啊 那么前面是九倍 后面是八倍 加件是几倍大高 是十七倍 所以这个老兄能够获得三百乘于十七 就是五千一百五千一百块钱的公司 听明白了吗 就这个意思啊 来往下走 七十七 七十七 那个我们往下面看 是不是一个劳动者的工资 是不是 大家说啊 劳动者的工资 你们告诉我一下 劳动者的工资 在提出哪些项目后 不能低于国家的最低工资 这里面是不是说了一的三 宽号的一 你们告诉我说白了是不是加班费 别想过了 括号的二是不是各种津贴 括号三是不是各种福利待遇 把这三项剔除掉之后 不能低于国家的最低工资 是不是啊 七十七 也找到第二段 劳动法规定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作 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 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并报国务院 什么来告诉我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嗯 注意 我问大家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务院 统一定的啊 还是有各个省定的 省定的 啊 黑标第三 劳动安全卫生制度 注意新建改建 扩建工程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 必须与主体工程做到三同时 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 是不是啊 安全设施 实际上和环保设施 都要做到三同时 是不是啊 往下黑标题 四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啊 咱们的密集图成员当中有一个人呢 我特别喜欢女职工 每年不出个女职工他的难受 而且他女职工的题目出得来出什么话啊 好了 咱们先学 以后看有时间看他这道题啊 女职工的保护一定注意 女职工永远不能干什么呀 矿山几下 然后四级劳动强度劳动 是不是啊 这是一般保护 就是女职工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干这两种 是不是啊 精气保护 是不是大家告诉我 运气保护 还有啥 不入气保护 来 精气保护不在不能干什么 大家告诉我 高速低温冷水 运气保护一定注意 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不能够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 说白了 不能下班 不能夜班 不入气保护 什么大家告诉我 不入未满一周子的婴儿期间 你们告诉我一下 不入未满一周子的婴儿期间 大家告诉我 是不是不能加班 不能什么大家告诉我 夜班 看清楚了吗 而且呢 这三段你们精气运气 哺乳期 这三段你们放在一起 发现了没有 精气运气 哺乳期 不但不能干四级 而且三级也不能干 你们看到了吗 有没有看到 每一段结束就是不能干三级 什么意思啊 大哥 女职工永远不能干四级是吧 女职工稍微出点情况 是不是三级都不能干 三级都不能干 有的时候上一天课呀 我们知道最最痛苦的地方呢 是这个嘴 知道吗 这个嘴有时候不打弯 尤其是休息夜了 之后 对着像钢铁手不习惯 这个嘴有时候会跑偏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们发现我哪个字读错了 那啊 光老师就跑偏了 这个嘴不听话啊 啊 对大家说说 有人说光老师呀 什么是四级劳动抢的劳动 咱们国家的劳动抢的分成四级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最重的是四级 什么是四级啊 就这种扛大包的轮大锤的 听到没吗 这种是最重的 今天的搬家公司 今天的工地上哪个转 转 这种人一般是四级劳动抢的 啊 终于到这一样啊 那么女职工永远不能干这 我跟你说 女职工稍微出点情况 孕期产期不如期三级都不能干 听到没有啊 这句话本人也会考 而且孕期产期不如期 还有额例外的规定 比如说 旌期 那说我刚说错了 又跑偏了 就是旌期孕期和不如期是吧 没有说展期吧 旌期大家告诉我一下 还不能干什么呀 高处低温冷水 是不是啊 孕期怀孕七个月一上 不能加班不能夜班 不如期不如未满一周岁 不能加班不能夜班 记清楚啊 那么下面是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 是不是大家说 未成年工十六岁以上 什么不满十八岁 是不是 先问大家一下 未成年工合法吗 当然合法 如果不合法的话就不敢写上去了 是不是啊 未成年工合法 也就是十六岁的孩子去打工去了 干了活是合法的 但是由于未成年工没有成年 所以说国家对他有专门的保护政策 真正不合法的是十六岁一下 叫同工 十六岁下叫同工 听明白了没有 同工不合法 听明白了没有 但是我问大家一下啊 有没有合法的同工啊 比如说那个运动员有吗 有没有 十二三岁的运动员 你们告诉男公司的 还有那小演员 有吧 还有那个什么领导人来了 派那个献花的小姑娘 就是献花那些小姑娘 他们都是拿工资的 都是培训过的 否则献献献花的突然说妈妈 我撒尿你了 就怎么办了 是不是啊 这都是培训过的 实际我再问你们一下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同志 尤其是七零后 这些同志 因为我是七零后啊 你们上学的时候 甚至八点后都有 有没有老师说 哎呀我们学校的什么劳动 拿着铁签 那个铁锹 骚手过来干活 干过吗 干过 想过没有 这都是同工 是不是 这都是同工 知道吗 都是违法的 现在一般不敢这样做了 反正我小时候觉得啥都干过 学校院里想搞了 学生就干 搬圈就搬圈 搬圈就搬圈 是不是 干什么都干过 我印象中 以前学校那条路 就是我小学生熟的 搞得清楚 可以 好了 那么下面这一段怎么说 大家说 不得安排从事什么 那段说 矿泉景下 有都有害 私底劳动 什么劳动 我打打 比如女职工 未成年工多了个什么 有都有害 反过来问大家 女职工能不能干 有都有害 能 化工厂里有没有女职工 有 还有 没有 应当对未成年工 定期进行 检查检查 这又是一个区别 请问女职工 有没有定期检查 没有 后来我印象中很搞笑的 后来一个女职工问我说 孕检算不算 你们知道现在是不是农村搞孕检了 每个月去一次真可以 咱们国家在计划中有疯狂的年代 是不是 不管谁都要做孕检 不是 那不是那是计划中的检查 不是劳动检查 好了啊 接下来 招用未成年工的 要不要办理一个大教措 办理个行政登记 要不要啊 要 好了啊 接下来咱们找到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 大家注意啊 是不是几大社保是吧 你们一定在旁边我写上几个字 我们常常说的五大社保 哪五大社保 有人老是记不住 我写上 医生 施工奖 啊 这个就记不住了 医生施工奖 医是什么大段说 医疗 生 生育 施 施业 工工商 养 养老 这是五大社保啊 然后翻过来说 终于考的实际上是括号的四 叫施业 施业保险 施业保险 这个施业保险说 谁能够领取施业保险金 这三条国画的 这三条国画的 括号的一括号的二和括号的三 我跟你说光这个实际保险 已经最能体现出来一个 一个这个啥 一个政府的人性化与否 我已经做过调研 越往北方城市 这些政府的服务意识越差 越往南方城市服务意识越 下面来说越好 这已经是个规律了 快成为 在上海在广州办社保 办的可快的 几分钟 而且超级的进化 然后在北京办了什么东西 又有难的要死 好了 这里面你们告诉 累积交费 什么大概要说 是不是一年不足五年的 最长领取几个月的时候 十二个月 五年以上不足十年的几个月 十八个月 十年以上的最长的几个月 大概要说 二十四个月 是不是 好了 然后下面一个打算 下面一个重新就业的 再次实业的交费时间 怎么大概要说 重新计算 是不是 这一段结束 失业保险您的领取 自什么时候算 自什么时候 自失业那天算 还是半个失业更进那天算 半个失业更进那天算 好了 其他不用说了 其他不用说了 咱们不说了 往下面走 咱们找到七十九月 一个劳动争议的解决 来 先找到劳动争议的范围 不考的啊 往下 劳动争议的解决方式 协商 调解 仲裁 诉讼 咱们先看调解 啊 在优人单位内 可以设立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就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是优人单位内啊 还是优人单位外 内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有谁组成 很简单 职工 单位 还有工会 是不是啊 而仲裁 这个仲裁旁边 一定给我写上四个字 劳动仲裁 嗯 劳动仲裁 说 对于调解不成 当事一方要求仲裁的 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当事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尤其是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有没有个直接申请仲裁 是吧 这里面有两个考验 一个考验问大家 不经过调解能不能直接仲裁 可不可以直接仲裁啊 可以 可以直接仲裁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没有仲裁协议能不能直接仲裁 可以 可以 因为劳动仲裁不是民事仲裁 民事仲裁要仲裁协议 是吧 而劳动仲裁压根不需要什么仲裁协议 任何一方可以直接提起 听明白了不 嗯 好了 那么咱们找到下面一个叫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有三个部分代表组成 有哪些部分代表啊 一个叫做什么 那叫做劳动行政我们代表 一个是同级工会代表 还有一个是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 只有这三个组成 然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主任 又劳动行政我们的代表 所以说我问大家一下 你们觉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还是一个政府组织 政府组织是个行政组织 因为里面有劳动局的官员 是不是啊 然后提起仲裁的时效为几年 那刚说 唯一年 是自权力被侵害设计算 还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力被侵害算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力被侵害算 是不是啊 仲裁时效因当事一方向对方杠审主张权力 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力救济 或者对方杠审同意履行 以我而中断 从中断时期仲裁时效期间 重新计算 注意 仲裁时效期间 怎么来告诉啊 重新计算 注意到这一点就行了啊 然后呢 叫做什么来告诉啊 这个接下来 这一段不要看了啊 下面一段就有一句话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因为劳动报处发生的纠纷 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期一年零提出 这句话能知道什么意思吧 如果说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任务单位拖欠劳动者的劳动报处的话 问大家 这个一年会不会开始算 不会 什么时候这一年才开始算 劳动者有一天离开了 听到吗 你只要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 这一年就一直不开始算 听明白了没有啊 你就不用担心 仲裁时下会不会过 不用担心 什么时候你走了 注意 一年之内要 去告个人 好了 问大家 对劳动仲裁不服 能不能提起上诉 可以 就是输送里面 是不是啊 如果当事人对仲裁才别不服 需要自收到仲裁书之日期 15日内提起什么 大概说 提起诉讼 提起诉讼 来翻过来说 哎翻到八十年了 八十年找到黑标题的一的第一段 是就给你们讲过啊 嗯 因为单位自运功之日期 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 未遇劳动者定理书面 劳动合同了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 两倍工资 后面那句话咱们讲过 超过一年还不定的话 那惩罚就更懂 视为已经与这个劳动者签订了 五股定期限的什么来法说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 行啦 就这一句话 OK 嗯 好了 咱们知道这句话就行了啊 嗯 这个 突然把这个东西不管出来 来咱们走到下面 相关合同组统 这部分的分题呢 我一定说了 这一部分 这一章你们告诉我 差不多是不是二十分 算啥呢 二十分 然后第一节 我是不是已经占到了 十分到十一分了 是吧 第一节 第二节咱们劳动这一节 它的分值 一般是在五到六分 一般是五到六分 要知道一下啊 然后我们这个 相关合同制度 它的分级呢 一般就在四分这个样子啊 四分 但是呢 这一部分特别难学 因为合同实在太多 咱们先说到 成案合同的法律规定 哎 成案合同的特征 一定注意 括号的二化 成案人需要以自己的 什么什么和什么 完成所承拦的工作 以自己的啥大教授 设备 技术和劳力 完成所承拦的 什么大教授 工作 好了 下面说 成案人如果将 成案的主要工作 或劝助 主要工作交由他人完成 必须经过定做人的同意 否则定做人可以解除合同 即使得到定做人的同意 成案人也应当就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 向定做人负责 下面说 成案人有权将其成案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 需不需要定做人同意 请 不需要 你们知道吧 我给你们说 施工合同在本质上 是不是成案合同 谁是定做人 假方 就是建设单位 是不是这样的 谁是成案人 施工单位 是不是 我给你们说 这个主要工作和劳务 主要工作和辅助工作 就是相当于咱们前面学过的 实际不是主体 是专包和劳包 因为主体永远不能分包 听到没有啊 主要工作相当于专包 要不要建设单位认可 要 而劳包相当于辅助工作 要不要建设单位认可 不需要 好了 第三个叫通知和什么 哪个要说啊 通知和保密的义务 来咱们看到题目来 我刚刚一直找这个题目 没找到 来看到题目咱们再讲 来 关于妇女未成年 劳动保护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企业应当为未成年工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对 B 企业不得聘用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 错 未满多少岁 16岁 16岁 好了 你们想过没有 为啥咱们国家说 16岁就开干部了 七岁入学 九年义务教育 你们告诉 16岁是不是初中毕业了 义务教育完成没有 完成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干活了 能 能的 咱们国家的高中阶段 并不是义务教育 实际上 不是义务教育 所以 企业不得安排未成年人 从事有动有害的劳动 对 对 对 第一 企业不得安排妇女从事高速低温冷水作业 不得安排什么呀 出于经期的女职工 我觉得这个妇女好难听 是不是 咱们国家那个妇女太难听了 因为妇女总想要打麻 是吧 哎呦 什么三八妇女性 你就改成三八女性 多好了 是吧 对吧 或者三八女性 都比妇女好听 是不是 妇女总是难听 一 企业不得安排妇女从事国家规定的四级批 你老公全都老公 对 对 对 好吧 这个期权 A C E 好了 咱们继续吧 咱们回到八十一页说的定做人的义务 定做 那个还有个是三是什么 大家告诉我 是不是有一个通知和保密的义务 是吧 是不是 大家告诉我 往上再走吧 可以标题二 是不是一个承烂合同当时的权利义务 是不是 第一个叫承烂人的义务 一 看一看 二 如果定做人提供材料 承烂人应当对定做人提供的材料 及时检验 发现不符合约定时 应当及时通知定做人更换补习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看清了吗 嗯 问大家一下 第三个通知和保密的义务 这段结束叫做 未经定做人许可 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材料 嗯 好了 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材料 这个很重要 是吧 问你们 富士康在苹果公司加工什么 他说加工手机 是不是啊 苹果公司说 来 你替我加工五十万台 他加工了五十万台 加工结束了 富士康说 别停机 再加工十万台 是不是这样的 咱们自己卖 行吗 不行 我为什么提富士康加工这个手机来 提 让我提起来一段很搞笑的往事 是不是啊 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到了海外什么疯狂采购 是不是啊 我们老是说哎呦 中国人从洋美外到了海外疯狂采购 这是莫名其妙 为什么中国人到了海外不从洋疯狂采购 因为国外便宜啊 为什么国外这么便宜啊 又没有管税 听门了 为什么同样的东西在中国那么贵 无耻的关税 这在本质上实现我们政府关税收的太高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我跟你说最早知道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啊 我我跟我老婆 就是苹果7刚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老婆在美国 我正好当正正好在美国房去 我跟老婆买个苹果7没带过去 就下了单单之后 这几天定站状态更改的说 说此手机已经从 入英语说的 是吧 是吧 就是说已经从河南郑州发火 我就是河南人 因为河南郑州有个富士康你知道吗 就是富士康生态 已经从那发火了 对吧 然后那个手机呢 经过两个半星期 差不多是17天 终于到美国了 我手到了 然后我再把它带过来 这个手机真可以 是不是跨越了两次太平洋 先从中国回过去 我再把它带回来 结果比中国还便宜一千块钱 有的时候中国就很可怕 这手机明明是中国生产的 结果在中国卖的 比美国怎么辣到的 很贵 是不是 有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 什么问题都归 因为人性 这是很可怕的人性 很多事情不是人性 而是制度 没办法 就像我这段时间 我毕竟说我每次出国 回来的时候 包的装饰都是满满的化妆品 还有各种包 我那张化妆品 现在手里要死 什么日常晚上性化 天啊 这手的不得了 买的化妆品 比较低档的什么呀 一样是蓝带的 稍微到你这蓝口 什么往上走 再买海南汁 你什么玩意儿都买过 是吧 为什么呀 关税呀 有一次我转机 从韩国转机了 这个整个飞机上坐的 都是跑韩国疯狂采购 那根本是行李都 老是朋友问你这个行李太多了 一个行李 全是东西后就买了 真可以 这个时候 中国应该反思 你这关税 什么屁刀干嘛 是不是想过没有 是吧 同样一个雅生 雅生难代的眼不精华 就那个小松平 是吧 15毫升那个 对不对 他都知道 在中国卖400多 是这样吗 是不是在中国卖400多 在国外卖46美金 也就是赚200多 你可能价差太大了 为啥不让人出国外卖 那个偷卖 是这样的 那没办法 这个事情 好了啊 往下走 这个一定的注意啊 带别人家族东西 能不能留存福祉品啊 不能 我刚说福祉康能不能 能不能自己生产手机 不能 这还不算什么 那一条厂呢 哈哈哈 一条厂 一条厂 因为这平均咱们多一几桌 每个人飞一桌 行不行不行 是吧 好了 找到下面一个叫做二 就没有定做人的义务 有吧 大家说啊 定做人的义务 第一句话话说 按照约定提供材料 和协助承担人 完成工作的义务 有个重要的词 是不是协助啊 定做人要协助啊 该办的证据要干好 该办的手续要干好 第二个是支付报酬的义务 是不是大家说啊 支付报酬的义务 把定做人应当按照 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 是不是一个约定的期限 对支付报酬的期限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打成补充协议 按照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 是不是啊 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 也没有的话 下面一看后半句 定做人 应当在成了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 找到这句话了吗 也就啥意思啊 当事人如果对于什么时候付钱没有约定 而且也打不通协议 而且也没有交易习惯和相关条款的话 很简单 按照中国的合同法 一手交钱 一手交付 是不是啊 在成了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 他的意思就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付 是不是啊 来翻过来说来翻到第四也来 黑标题三成了合同的解除 你们看好啊 叫成了合同的解除 成了合同的解除大告的括号一 成了人的法定解除权 二定做人的法定解除权 这两段你们自己一定多读一读 读一遍就够了啊 然后括号三 定做人的法定任意解除权 请问只有谁才有法定任意解除权 定做人 下面有没有说成了人有这个权利 没有说 是不是啊 这里面说定做人可以随意解除成了合同 造成成了人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也就是只需要赔偿损失 也就够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了 给大家说一次啊 你们觉得 为什么只有定做人有任意解除权 为什么成了人没有 给你们举个例子 你们想过没有到理发店理发也是个成了合同 是吧 谁是定做人 顾客 谁是成了人 理发师 定做个什么 定做个头 是你定做个发型的 是不是大家说 你们告诉我 如果定做人就是顾客 理了一半 顾客说 诶 别理他 这个头挺酷 行不行 当然可以哦 是不是这样的 我给你付钱 你别理他 当然 反过来行吗 能不能你来一半理发师说 哎我吃饭了 来 退一半钱 到其他地方里去 你弄 砍死他地方 我发男朋友找谁去是吧 对不对 大家告诉你们想过没有 实际上说做手术到一个人做手术 你们知道在本质上也是成案 想过没有 谁是定做人啊 病人 谁是成案人 你们告诉医生啊 能不能这样做了一半医生说 行不行不行是吧 好了 往下走 咱们找到买卖合同的法理规定 看到了没有啊 买卖合同当身的权利义务 第一个 出卖人的主要义务 考 这个表格给我看 这个表格好无聊啊 咱老是考 是不是有一个叫 现实交付 是不是啊 结果是啥 简易交付 战友改定 知识交付 你是交付 大家注意啊 这看了下人 实际特别好记 什么叫现实交付 我跟你说 一手交钱又交付 听到没有啊 付了钱我交付 这就是现实交付 什么叫简易交付 在买卖合同签订之前 买家已经把货拿走了 这种情况下 买卖合同签了 注意 世卫已经交付了 因为还用交付吗 不用了 是吧 我的有台机器 有个时工企业在用 用用用 他说哥们儿卖过算了 我说行啊 咱们签个合同 有过付钱 这个东西卖给你了 问大家 在买卖合同签订之前 东西就他已经拉走了 这个时候还要不要交付 不用了 所以不用交付 就叫什么交付 解易交付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 我这有些电脑 卖给了我的师弟 是吧 卖的时候我同时跟他说了 哎哥们儿 我还有一个月毕业呢 来 电脑我再用一个月 这样你少给我四百块钱 我再用一个月 大家现在告诉我一下 这种情况是不是 卖家把东西卖了 结果没有交付啊 是不是卖家还在用 这导致什么后果呢 就是卖家用原来的电脑的主人 变成了现在电脑的什么 租客 能听懂吗 原来我这个电脑的主人 现在电脑已经耐给我实际了 我少了四百块钱 少了四百块钱 相当于不得租金 相当于是吧 所以说我从啊 什么大叫做 我从主人变成了什么大叫做 租客 是不是啊 我从主人变成了租客 在这种情况之下叫啥 占有 但是啥 改定 喊占有肉 但是 改定 改定的意思就是身份变 身份变 咱们国家的很多法律都特别奇怪 是吧 咱们国家是不是到今天的法律规定 特别有意思 是不是啊 婚前的财产 结婚之后是谁在责安谁的 你们知道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父母一定在孩子结婚之前在那房 明白的意思吗 结婚之后 是不是啊 将来有天闹结婚了 是谁在房子还是谁在房子 是不是啊 没有房子的人 注意 哪怕是结婚了也只是租客 是不是啊 因为你可以随时被去赶 听到没有啊 这一点是非常荒谬的 国外的婚姻法例来是这样一定的 啊 我觉得制定婚姻法的地方 家伙可能就是自己的房子太多 怕媳妇或者自己的女婿都搞走 有真法律 国外还点的 国外的结婚前 只要一结婚吃饭嘛 所有财产都打架了 听到没有啊 而且一旦就婚的话 我告诉你一下 不但财产要分一份 而且没有工作哪一方 多是女方啊 你还要一直怎么拿 支付他什么呢 告诉我非常费 有晒脚费 一直支付到什么 一直支付有些人接受回去 如果他一直没人接受 我告诉你 就让他支付吧 所以说你们知道了 中国的结婚证案 我告诉你 啥子不是 国外的结婚证案 那真是一个长期三条 明白意思吧 也就是 国外啊 一个女孩要找一个老公 嫁了 我告诉你 只要不要找个诈男 只要不找个成年 是干活的家伙 绝对是一辈子终身有托 天哪没有啊 因为哪怕是离婚呢 才要获得你一辈子 这个你都能明白了啊 就是在美国的结婚之前 知道吗 一切费用是女方出的 结婚礼的费用 彩排的费用 吃饭的费用 都是女方出的 而且在婚礼上 是不是有一个习惯就是 是不是女方的大大 挽弄女方的手 是吧 走上去 然后把这个手交给她 在男方那里是吧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交接仪式 知道吗 这个交接是不得了的 就是我现在给你了 下半个月你负责了 我这用老娘了啊 这是真的啊 中国的可不是这样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们手上是国外传统 还是中国传统 我都觉得国外传统 跟中国传统是吧 是不是中学有错 这个事情在中国 有个偷个鬼是吧 你没有了还是没有了 是吧 那中国的婚姻法 都莫名其妙 国外不是吧 国外的话 你那结婚了结婚了又不实体了 没法好说 好了 第三个一种交付 是不是叫指示交付 是不是一个指示交付 我那东西 我那机器丢给了A企业 结果我把机器卖给了B企业 我就给B企业写了个条 让B企业拿着我的条 去问A企业要机器 这叫指示交付 听懂了吗 指示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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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叫你指交付 你指交付 啥意思啊 交付的不是食物 而是单正 而是平正 你说老师我他就不懂了 还有不交付食物 交付单正的 你们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适合交付食物吗 比如说你买了十分袋 然后呢早上起来 哎呀送回来说 哎哥们老兄 袋药已经送到了 在你家门口放着呢 你们家门口也太小了 抢房子撕掉 割房一包 哈哈哈哈 你都算疯了 买炸药 能不能把炸药都晕到你炸药 不能 买炸药的程序是什么呢 告诉 是不是炸药要送到你指示的仓库 然后把仓单给你 炸药你们告诉 是不是随取随用的 哪能家里放了两个炸药 是不是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叫什么交付大科 迷失叫 我再问你们 到中秋节的时候 这两年老习上了 之后这两年月饼票少多了 之前的时候 月饼票多的时候 不呢 你是喜欢一盒一盒送给你 你还是喜欢拿月饼票啊 如果一盒一盒送给你 我就是烦死了 你还是给我月饼票晚上 这样我送人的时候也方便 是吧 注意这都叫什么交付大科 你知道 好了啊 好了 其他咱们不说了啊 来往下走 往下走 找到83页 83页 你直接给我找到什么呢 黑标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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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 风险转移的规定 出卖 在运输途中的货物 哎呦 大哥说 合同成立钱 是不是大哥说了 呦这一段话表 这一段说的不好 下一段不下一个意思 这一段话表 这段话表 下面 出卖人出卖交友成与人 运输的在土标题物 除当时另有约定外 回损灭死的风险 自交付 还是自合同成立时 有买受人承担 合同成立 问大家 一般情况下 风险是不是交付 交付了 才有谁承担大哥 是不是买受人 是不是啊 这是原则 但是这里面有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出卖人 出卖交友成与人 运输的在土标题物 除当时另有约定以外 回损灭死的风险 自什么大哥说 合同成立时 有谁承担大哥说 有买受人承担 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特别注意 这个这句话啊 特别小心啊 往下走 对于需要运输的标题物 当时没有约定交付地点 或者约定不明的 出卖人将标题物交付给 第一成与人之后 标题物的回损灭死的风险 有买受人承担 我问大家 有一个买卖合同 双方没有约定交付地点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要打到 官司要打到法院 法院会判 买家上门提货 还是卖家送货上门 旁边写上四个字上门提货 就如果双方啊 没有约定交付地点 这是国家的原则 买家上门提货 如果买家上门提货 你们觉得交付地点 是在卖家那里 还在买家那里 卖家那 所以说这个话 你懂了吗 人家卖家只需要把货物交给第一成与人 你们告诉风险 是不是已经转移给买家了 对 往下走 接着吧 出卖人一约将标题物置于交付地点 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 标题物的回损灭死的风险自换 自放置之日 还是违反约定之日 违反约定之日 有谁承担哪个说 有买受人承担 什么之日大哥说 违反 违反约定之日 小心啊 OK 然后找到黑标题四 有一个特殊买卖合同的规定 是不是大哥说 上面一段话 标题物回损灭死的风险 由买受人承担的 不影响出卖人履行 债务不符合约定 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 什么大哥说 全名 好了 黑标题的四 这一段自己话 很重要 有试用的 先用用再说 先用用再说 试用美 有时候这个世界很搞笑是吧 问大家一下 之前的时候 咱们国家是不是 这个夫妻在结婚之前 什么面都不一定见了 是不是在新婚之夜 你也把红盖头掀起来 咱们见面 什么的 大家告诉我 这符合适用原则吗 你说 郭老师你在说什么 为啥现在有那个谭林爱杰的 谭林爱杰的 在本上有没有相当于劳动合同的适用期 有吧 适用期 当然这里面不一定行 是在适用谁 是不是 都相互在适用 不行了 我提了 是不是 他有一次我那个博士同学我开玩笑说 他说哎呀什么事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我跟我老婆结婚了两三个月 他发现他一个耳朵听见 我一直没有发现 是吧 说我有一次我都想找到我岳父说 哎呀你的商品不合格 我说你退货 我说你们俩谈了一下谈了多少钱 他谈了一年半 我说你试用器够长了 你都没有发现 自己后果自负 是不是 别再给我谈退货的问题 他开玩笑 他说一段老婆一段都听不见 你们知道一个耳朵听不见会导致什么问题 知道吗 就是声音不知道来源 比如说现在咱们听到声音 你们知道从我这发出来是吧 对不对啊 但是如果只有一个耳朵的话 声音不管是从这发出来 从这发出来都听不出来从哪发出来 你说为什么两个耳朵能判断位置 两个耳朵是不是大光比一叉是吧 是不是有时间接受差异他能判断 我说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在哪说话 他都高兴了我在哪说话 我准备退货吧 好了 往下走 推标第五 自信的归属和买卖合同的解除 这个不用管他了啊 咱们找到八十四页的第二段 你们画一画去 八十四页的第二段 分期负款的买售人 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 达到全部价款的几分之几个时候 五分之一的少 五分之一的少 注意这句话啊 出卖人有权要求买收人支付全部价格 或者解除合同 这个知道也就行了啊 好 往下走 咱们找到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的法律特征 不考的啊 二 借款合同当时的权利义务 画一画贷款人的义务 贷款人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借款和不支付 不预先扣除利息 能不能预先扣除利息 大家告诉我 不能 下面说了 下面说了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 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 应当按照实际借款额 数额返还借款 并 怎么来告诉我 计算利息 是不是 好了下面二 借款人的义务 画的借款人的主要义务是提供担保 这句话很重要 提供担保 是不是 其他不要说了 黑标的三法的画到他 因为今年的新教才要改变 来找到第85页叫租赁合同的法律 就一定租赁合同的内容和类型 咱们一定会画的定期租赁的期限不得超过 20年 超过20年呢 是全部无效 还是超过无效 超过无效 一定注意 租赁期限在六个月以上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未采用书面形式的 视为 不定期租赁 这句话你们画了 你们不会有什么感觉 我随便问大家一下 租赁合同在六个月以上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未采用书面形式的 合同无效 错 对 或者合同未成效 错 不是合同无效 或未成效 视为 不定期租赁 什么叫不定期租赁 就是租客可以随时搬走 是不是 房东也可以随时让租客走 知道吗 好了 咱们找到二 租赁合同当身的权利义务 括号移 出租赁的义务 画着 权力的瑕疵担保 你要保证你的房子 它的权力干干硬硬 你要保证你的房客 不要被别人改 二 误的瑕疵担保义务 更重要是 保证成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还有保证共同居住人继续乘租 注意到这点啊 注意到这点 咱们找到什么那个说 第一下面的地儿子 叫做成租人想有没有想有 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权利 有没有这句话 有 这句话你们别小看啊 我给你们说一个经验和方法 如果在座的你们在哪买一套新房 就是新的主买 它那个车位一般来说不是当时就卖的是吧 车位有的时候会隔一年才两年才卖是这样子吧 而这个车位如果很紧张的话 大家一定要长个心愿怎么回事呢 哪怕你不在那住 听到了没有 或者哪怕你在那住没有车 你先把车位租下来 听明白了吗 因为现在车位租金一般都很便宜 200块300块 听到了吗 一年又3600块 你把它租下来 只要你能把它租下来 注意这个车位这一辈子就是你的 听明白了没有 就如果将来有一天两年后开发商想卖的话 你不买谁都买了 听到没有 但是如果你不去把它租下来 我告诉你这个车位你就买不到了 为啥呀 将来谁优先大抓索 租客优先 这是租客的法庭权利 听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抢车位的重要大说 你说老师 因为你说不是浪费钱吗 你再浪费了多少钱 一年不知道浪费3000块钱 有的车位才能卖百000块钱 有的手优于心脏 是不是 但是呢就是说本身 而且你租下来的话 谁再告诉我 如果说谁没有车位 你还可以转租给他 他又有 是吧 好了 往下走一下 是不是租赁屋在租赁期间 发生的所有权变动的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率 影响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率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率 这就是助你们的买卖不破租赁 听说过吗 房子可以卖 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是不是 成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间死亡的 预取生前共同居住的人 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 租赁该房屋 是不是 生前共同居住的人 不宜与成租人是否有继承关系 亲属关系 为什么那叫做 危险 危险 好了 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啊 好了 其他咱们不说这么多了啊 方向来翻过来说 咱们找到融资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好像特别有趣啊 这个东西本身呢 年年好 13年之前呢 咱们几个密集人呢 根本不知道什么融资租赁合 13年冬天呢 那这几个密集人集中参加了一个融资租赁的培训 突然知道了 呦 这是融资租赁 然后呢 从此以后兴奋的要死 以后每年都要出去 都处难受 所以说咱们要想很讲 啥是融资租赁 这东西实际上说特别有趣啊 而且这个东西不单单我们什么呢 我们的法规考 关键搞笑的经济也是年年比考 如果你丢分两个地方都丢分 你们听说过动作机吗 动作机一个多少钱一台 是不是有可能上亿啊 七八千万是正常的 比如施工企业呢 做轨道交通的施工企业想买一台动作机 正常情况下一下子能不能拿出来八千万 这怎么拿得出来 大企业都拿不出来 别说小企业了 是吧 他就问银行借了 银行啊能不能借给我八千万 银行是不快疯了 是不是 说请提供底压 你想借八千万也不是八十万 提供底压 那施工企业上哪搞成八千万的底压 你们告诉我一下是吧 没有底压 没有借银行说滚不借 施工企业又找到了什么 机械厂 就身上蹲过去的机械厂 说哎哎哥们我能不能租一天蹲过去 每个月我给你付租金 这个机械厂说对不起 我们只受不租 施工企业就灰溜溜的回家了 你们知道施工企业是挺郁闷的 怎么郁闷的 借钱借不来 租租不来是吧 但实际上说现在急需蹲过去 你们知道这两年做轨道交通的 做地铁的事 打到活多要死啊 这两年为了做建筑的呀 甚至做公务的呀 都不如前几年 都是哎呦市场萧条 但是这两年咱们国家是什么大发展的时期啊 轨道交通 北京的轨道交通做的也不 就啥也不做 但是很多中小那个二线城市 像武汉这种地方 郑州这种地方 都是大发展的事 都需要动物件 施工企业很郁闷 但你想过没有 银行郁闷吗 鱼忙的八千万带出去没有 没有 鸡叶厂的动物就卖掉没有 没有 但你想过没有 市场有这个需求没有 有这个需求 市场有这个需求 现在没有 所以后来有一个人 有一个来自华尔街的家伙 就带着时工企 找到了银行 说银行啊 那个我问你 如果我问你借八千万的话 如果分十年还的话 每个月还多少钱 每个月有支付多少钱 分十年还的话 这个银行一算 八千万十年还 一个月差不多就是支付九十五万吧 差不多 算了算 不过我不借给你 因为你没有抵押物 你来过 银行说 那个人说 你别急啊 你急个来啊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你不是觉得我没有抵押物吗 你不是担心我将来不还你钱吗 这样好吗 你出八千万给他去尝 买个动作机 让经验长直接交给市工企业 市工企业每个月很九十五万 这个你可以了吗 这个关系听懂了吗 我问大家这个三条关系 银行一听标证 这个不错 为什么 银行掏钱买个动作机 要求机械厂直接交给市工企业 银行不用担心了 为什么 这个动作机是谁的 银行的 您要是赶不过负租金 我可不可以把它收回 实际上银行不用收回 今天的常规是我安一个电子锁 每个月二十五号 你九十五万打不到我账 这边一个按钮 那边动作机 绑不动了 我告诉你 市工企业是不是晕死啊 那不敢不交的 听到没有 市工企业会交 这种银行愿意 银行这时候绝对不搞什么 你们告诉我什么 而且动作机现在市场那么活跃 就是那么好那么大 大家都需要动作机 我也从来不担心转上的问题 所以说不用担心 机械厂愿意卖了 废话 谁冲抢我再不管了 干净才不得了 谁要用人给钱 我都愿意卖 交付给谁 你把我扔到盒里就行了 别说交付给谁了 是不是 市工企业愿意卖了 愿意 市工企业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租来了一个机械了 租来了 这个时候就成立了 大家注意 所以在这里面很有趣 在这里面谁是承租人呢 这问题是承租人 银行是什么人 出租人 也是什么人 也是买租人 你知道吗 然后机械厂是啥人呢 给你们卖一下 好了 这个挺有趣 这有三角关系 这个三角关系 为什么叫公司租赁 表面看来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 是不是相当于是 银行买了一台机器 租给了市工企业 是吧 也就是普通的租赁关系 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这个关系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表面看来是银行 买了个机械租给了十分期间 但是这个一般和一般的租赁 三点不一样 第一点 正常的租赁活动 你们告诉我 如果机器坏了 是不是出租人负责修 但是在这个租赁活动中 你觉得银行会修吗 会修个鬼 他连邓购比长啥样的味道 是这样的 谁修你们觉得 市工企业自己修 再一个第二个问题 如果这个邓购机在使用的过程 出现了一个毛病 是不是 需要机械厂索赔 需要机械厂派人过来修 或者需要向机械厂索赔 你觉得是谁去 正常情况下 银行出的钱 银行去吧 但是你觉得银行说得清吗 那保险限位 他一个都不懂 这个时候有 施工企业去索赔 是不是 还一个等到 全体工程经济的时候 你都知道 还一个重要的科目 这个机器明明是银行的 是不是 不是施工企业的 但是按照国家 银行的打的规定 不是银行 取折就 是施工企业取折就 按照道理 谁的机器是取折就 是吧 只有我买的机器 我才取折就 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有施工企业 现在你们终于明白 表面看来是银行 花了八千万 买了个机器 租给施工企业 是不是 实际上是不是施工企业 借了八千万 自己给自己买了开机器 想办没有 所以说在自己维修 自己索赔 自己去折就 因为慢慢了 所以说这个融资租赁 表面看来是租赁 在本局上是啥 是融资 银行除了出钱和收利息之外 啥都不管 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所以说叫融资租赁 现在听懂了吗 表面看来是啥大道说 是租赁 实际上是啥大道说 融资 实际是融赁 如果懂了这一点 先咱们看出了 这个蒋公企业 就稍微微点功夫了 来 咱们看到融资租赁合同 找到 来 一 黑标里的夸一 出租人身份的什么姓 二重姓 出租人同时是什么人 是买家 是不是 二出卖人 权利义务相对人的态力性 我现在问大家 出卖人是个机械厂 他有权利向谁要钱 向银行要八千万 但是他有义务向谁交付 向谁交付 向社工企业交付 所以说他的权利人和义务人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有态意的 对 他有态意 他不是一个人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三 融资租赁合同 一定是钥匙合同 废话 当然要说明了 二融资租赁合同的 当时的权利义务 括号一 出租人的义务 你们看出租人的义务 是不是 出租人的主要义务 是出钱 保证承租人对租利物的占有和使用 协助承租人索赔 还是自己去索赔 协助索赔 还有尊重承租人在哪里 来说 选择选 问你们 银行去买这个机器 买什么样的机器 买什么规格型号的机器 谁说了算 是施工企业说了算 注意到这点啊 好了 二出卖人的义务 是吧 出卖的义务是向谁交付标的义务 向承租人交付标的义务 向谁承担物的下次赞保 向承租人 括号三 承租人的义务 你们看了 承租人的义务直接找到地儿了 地儿一段 这个段的数据搞错了 这个段 承租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租金 妥善保管和使用租赁物 租赁期间返还租赁物 是不是大家不要说 注意到这一点就行了啊 我注意到这一点啊 下面 下面 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 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啊 文租人 谁履修维修义务 大部长说 承租人文租 是吧 87页最上面一行划走 承租人破产的 租赁物不属于什么大部长说 破产财产 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 是吧 下面大部长说 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 租赁物的回损灭水风险 有谁承担大部长说 由承租人承担 出租人要求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的 人民法院应与什么大部长说 这是 就是哪怕这个灯轨就坏了 或者有一地震 是不是啊 已经震没了 这种情况下 仍然应该支付什么大部长说 支付租金 大家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OK 这是什么活动大大说 这是著名的 融资足利 来 往下走 87 你们想过没有 把这个关系想通的人 是不是也是个大家啊 你们知道没有 知道 咱们是咱们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啊 百分之九十九都融资租赁来的 飞机是买不起的 随便问你们一下 一个波音777就是马航丢那架飞机 你们觉得值多少钱 一个亿够吗 五个亿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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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亿也不够 它的售价是两亿美金十三亿人民币 你说一个飞机十三亿人民币哪个航空公司能买得起 所以说你们知道吗 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是融资作用来的 要找一个抱有钱的家伙 不一定是银行 一定注意这里面不一定是银行 只要有个家伙有钱 他就开始干这件事 知道没有 不一定是银行 好了啊 然后咱们找到下面啊 货运运输合同的法律规定 来咱们找到下面啊 成运人的权利义务 成运人的权利义务 来找到 成运人的主要权利是求偿权 特殊情况下的聚运权 和什么权啊 留置权 是不是啊 特殊情况下的聚运权 旁边写几个字 包装不符合规定 如果货赌的 货物的包装不符合规定 成运人可以拒绝欲输 画了啊 成运人拒绝欲输 第二个叫成运人的义务 是吧 成运人的义务 直接找到第三段 后在运输过程中 因不可抗力 是未收取运费的 成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 已经收取运费的 托运人可以要求法案 先来问大家一句话啊 有一个运输公司替货主的委托 收一个货主的委托 运一货 途中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运势流 连货带车带人 一块去衔钩进去 车会人亡 货消失 请问 问大家有个问题啊 货主 我想问这问题吧 运输公司违约没有 违约了 一定注意啊 违约了 但他要不要承担违约责任 不要 因为这是不可抗议 也就是货主能不能要运输公司赔偿的货 不能 因为这是不可抗议 但反过来 运输公司还能不能再要运费 能吗 不能了 听不懂了 不能了 如果已经付了运费 货主可以要求返完 听不懂了 要求返完 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这里面有个托运人的权利化动 有条件的拒绝支付运费权和任意变动解除权 任意变动解除权 也就是说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运到他想运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好了 黑标题三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一个多事连运 多事连运找到第二个行 多事连运的经营人负责旅行或者组织旅行多事连运合同 对全程的运输享有承运的权利承担承运的欲 大家知道什么是多事连运吗 比如说我们要进我们要怎么大高速我们要进口一批货从欧洲啊拉到什么大高速 拉到我们的太远 先是不是用船 有可能要换成火车 然后到了太远有没有可能再换成汽车 有吧 轮船火车和汽车 这三个交通工具 如果让货主去联系货主快疯了 都不知道找谁是吧 有人专门做这个说你找我就行了我来给你组 是不是啊 我给你组织轮船汽车那个火车我来给你组织完 但是我问你们如果是在火车运输途中出了问题的话 你们觉得货主是告铁路部吗 还是告这个多事连运的经理人 对去起诉多事连运的经理人就行啊 翻过来来翻到仓处合同上的规定 仓处合同 仓处合同的法律特征 仓处合同是什么合同啊 诺程合同 注意很有趣这里面说仓处合同自成历史生效 不以仓处是否交互为了解 这是区别以保管合同的显得特征 注意仓处合同和保管合同不一样 你们觉得哪个合同更费工夫 是不是仓处合同 保管合同很简单的 比如说火车站的小县寄存处就是保管合同 说白了提供过长所需就可以了 但是仓处合同的要求复杂多了 比如说冷肉 是不是要有冷库 炸药的化学品呢 还要有各种各样的仓处 是吧 它的要求高多了 所以说保管合同的仓处合同是什么合同 是实践 交付才算是麻烦费 但是仓处合同是仓处合同是仓处合同 是诺程的 是不是啊 二仓处合同的保管对象是什么产代表所的动态 说不动态不能作为仓处合同保管对象 这是区别以保管合同的又一特征 三仓处合同是双五有偿合同 这一段结束有一句这样的话 从货人或者仓占持有人 与其提取的应当加收仓处费 对不对 提前提取的不减收仓处费 能看到这句话吗 因为它是什么合同 因为是诺程 双方签字合同就心跳 往下走 保管人的义务 这很有趣啊 仓处合同也要保管人 但是不能因为看到保管人 就认为它是保管合同 不是 第一个是验收的义务 第二个出具仓处的义务 换了 从货人交付仓处物 保管人应当给出仓处 并在仓处上签字或者盖章 仓处是提取仓处物的什么 那叫做凭证 凭证 从货人或者仓处是有人 在仓处上背书 并经过保管 签字或者盖章的 可以转让 提取仓处物的权利 大家告诉我 仓处能转让吗 当然能转让 因为很多仓处的东西 都不适合食物 是不是啊 像炸药啊 牛羊肉啊 这些化学品啊 都不适合食物转让 一般的仓处转让 那么仓处转让 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是不是仓处持有人 应当在仓处的背面 背书 所谓背书的意思就是 在仓处的背面 写上一句话 我现在同意 把这个仓处转让 给谁谁谁 这就叫背书 但同时要 需要谁在上面 加个印章 保管人 签字 或者加个印章 这个仓处就可以转让 就行了啊 仓处就可以转让 OK 其他来说不多 然后接下来 第三个 这个损害赔偿的义物 是不是啊 对了哈 因仓处物的性质 包装不符合约顶 或者超过有效的处行期限 造成仓处物 变质损坏 保管人 不承担损坏赔偿责任 看来这句话就行了啊 好 我们知道了 最后一节 委托合同 几乎不考 从来没见过 专门这一点考 OK 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五章 那建设工程的施工环境保护 和什么呢 他告诉说 兼页能源 还有啥 他告诉说 龙母保护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分值 写其他啊 写分 他告诉说 八分 八分 好 咱们第一点 施工现场的环境保护之多 现场的环境保护 一分分三分 来 一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物展的防治 天国记展的数字 周间不超过多少 即时 晚那不超过多少 55 然后呢 大家说夜间是指几点到几点 哪去考 晚十点 到多少到早六点 你们这新疆人是不是很郁闷 新疆人考一件事 是不是也是这套卷子 咱们国家的中央移权呢 就导致 让人家新疆人很搞笑 是吧 让人家新疆人 两点了 那个什么代表说 早上九点半是早餐 是吧 下午两点半是午餐 晚上八点半是晚餐 这就是人家新疆人的 是吧 因为新疆人是不是也要听从北京时间 是不是这样的 我就我一直觉得新疆人也有自己的识区 你知道吗 真的也有自己的识区 也好可怜啊 有一次我在北京做那个直播 已经是晚上 是七月初做了 已经是晚上八点四十了 是吧 然后有个人在留言区里说 今天天好热 太阳了这么高 下面一个人说 你有病啊 哪还有太阳 八点四十咱们北京肯定没有太阳了 然后下面他回 他回来已经完 然后看了之后当时给他笑 他说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的伟大的祖国有个地方叫新疆 新疆七月初的八点四十分 太阳肯定高掉了 就这段期间 新疆晚上十点钟 天都没有回 到了六月二十二号走路的时候 新疆的十一点天才刚刚回 很有趣的 啊 就这不起高 好了 咱们往下走 二 就是实用机械设备可能产生环境造成污染的申报 环境造成污染的申报 然后大家告诉我说 在城市市区范围内建筑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环境造成污染的 市工单位必须在开工的十五日前 向我们工程所在地 限制上环保部门 申报什么呀 名称啊 场所啊 西线啊 造成污染池啊 还有防治措施啊 这都起的核心 你们给我看看 谁去申报 市工单位 我跟你们说 在整本书 给政府打雕道 向政府汇报的 向政府报报的 只有这一处是由市工单位去的 听到的 其余的你们觉得都有谁去的 接下来 因为现在咱们不干活 他干的活 就是领了证 领了证 那个啥 背个案 申个计 但是唯独在这造成污染 是由谁去报的大客户 是由市工单位 那 市工单位 往下走坑道三 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造成污染 是工作有规定 在城市市区造成灵感建筑物的集中区域内 禁止夜间进行产生 环境造成污染的建筑是不够的 看到这句话出来 你们看准吗 禁止晚上有造声 是限于什么区 造成灵感 造成灵感建筑的集中区域 但是另外是什么大教授 抢修 抢险 和因工艺上的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出来 说白了两类 抢险抢修 可以有造成 还有工艺上的要求可以造成 什么叫工艺上的要求 比如说有一个大的桥梁要连续交住 三十六小时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要跨业 跨业 这个时候叫工艺上的特殊要求 往下接受办案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 应当有限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 以上规定的业舰作业必须公告附近的证明 必须公告附近的证明 我现在问大家 抢修抢险作业需要证明吗 抢修抢险再去拿证明很高贵啊 是不是 只有特殊需要需要拿证明 而且呢什么大大搜啊 还要公告什么大大搜附近的居民 什么是造成敏感建筑的集中区 你们简要的看一下 什么居民区啊 文教科研区啊 机关啊 还有什么大大搜啊 你一定要去 是不是啊 这里面最搞笑的就是 你们觉得机关也是造成敏感 这最搞笑的是吧 你们告诉医院是不是造成敏感啊 是 学校是吗 就是是 是不是 居民也是 警官问哪是啊 是不是影响咱们看报社 是一看报社都不会影响吧 因为你见过几个警官晚上加班呢 是不是 警官晚上不会加班呢 原则不会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条款实际是拍马屁条款 知道吗 就让领导看了 看一看 看一看 挺关心的 好 那往下咱们走一走 你们告诉我是不是有个黑标指着四往下走 是不是 对产生环境造成污染 岂是也单位的规定 是不是啊 拆除或者闲置造成污染防止设施的 必须事先报警所在地 县以上环保部门批准 什么部门批准大哥说 环保部门 是不是啊 那下面施工现场的飞气 飞水污染防止的规定 第一大气污染的防止 你看大气污染的防止 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找到第二段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阳神污染的防止措施 负责人阳神监督管理部门等信息 是不是啊 然后说是暂时不能开工的 怎么怎么样 这段包划了 超过三个月的银行预划布包折盖 对于施工现场的大气污染防止重点 是防止什么来着说 罢得阳神 接着往下划 找到二 你们告诉我 处方作业阶段 达到作业区目测阳神高的小于多少了 一米五 一米五 结果施工安装装饰阶段呢 小于零零 一定罢得作业区啊 第四个呢 叫做施工现场的非作业区 达到目测阳神 应该是目测阳神 我现在会带点问你 施工现场仅仅就是作业区吗 施工现场等于作业区对吗 错 施工现场除了作业区 还有什么区代表非作业区 这个非作业区就是半分中的区 刚刚说的一米五和零点五指的是什么区 作业区 而非作业区永远是目测阳神 你们想象都能知道 比如说施工旁边能不能阳神高的零点五 吃饭啊 人家这是红烧肉 我摸摸 把他也看不见摸摸 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 我找到五 构筑物机械拆除钱 做好阳神控制计划 还有什么大哥说 构筑物爆破拆除钱 做好阳神控制计划 你们看清核心词是不是 是机械拆除和爆破拆除 是不是 老师 机械拆除和爆破拆除 你们告诉我是不是 大哥 阳神数特别高 所以说这两个要做好阳神控制 如果是人工拆除了算了 就不用 不用啊 水污染的防治 嗯 好了 这就不用说了啊 这个 中国的政府整天把自己吹平吹上了天 但是真正的公共利益 没见到做好几个 空气 咱们北京的空气我不用说了 但是空气对人的危害啊 还真的不一定有水的危害大 你知道吗 但是中国的饮水 现在你们告诉的是问题吧 是问题 生活在北京还好 而且我们的水不管怎么说 有自来水场的过滤 不管那个水质吧 比如国外差多少 总之还有过滤 直到回到现在农村的水多可怕 是不是 农村的水第一没有自来水上 第二是大概 你们因为现在的农村 和以前的农村还一样 现在的农村被污染了 是不是一塌糊涂啊 尤其是河流被耕也污染了一塌糊涂 然后呢 河流一被污染的话 你们觉得一切都被污染了 是不是这样呢 包括井水也被污染了 而且它没有任何过滤措施 前天有一个朋友在安徽啊 在江苏啊 搞了个报告 是吧 他们说 村里达60级以上的 得癌症的概率高 得癌症的人高达60% 就是没有几个人是好的 这个报告不少发 说什么 尤其从我们伟大的中国的信价 就不少发 我觉得很可怕 实际上怀河的下游啊 哎呦 那种的污染的程度啊 不得了啊 因为整个怀河 全是各种污染 而且没有任何样的 无数处于措施的污染 不得了的事 来 二 施工现场水污染的防止来 水污染的防止 第一段你们自己了解一下 主一组 第二段 2013年10月这一段 这一段你们都读两到三遍 不要请你们背 但是你们记录一句话 在这一段当中唱主角的 你们觉得是施工单位的建设单位 全是建设单位 听明白了 考试如果考到 是不是应该有谁干 一般的就是建设单位干 再下面一段的第三行 2015年1月这段第三行 叫做有谁去领取排水许可账 还是建设单的 是不是大高所 还是建设单的 再下面一个 排水许可都能收费吗 请 不能收费 不能收费 好了啊 括号的二 建设项目水污染的防止 第一段是了解 鲁鱼变就够了啊 好了啊 找到括号的三啊 发生事故的时候 向谁报告这一段的结束 向事故发生地的 现已上人民政府或者 什么那叫做 环保人们 人民政府或者什么那叫做 环保人们 知道这句话就行了啊 好了 来咱们看两道题目 进来 这道题目怎么说啊 关于施工现场环境造成污染的防止 说法正确的是 A 禁止液点进行建筑施工作业 这里面错的都不知道错到哪出来了 问大家 首先禁止液点进行建筑施工作业 首先错到哪 进行产生造成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如果它不产生造成污染就没事了 而且禁止的事情也不是所有的大众所见 不是所有的区 是不是只是在造成什么 大众说 造成灵染区 而且在造成灵染区禁止的是什么 大众说 产生造成污染的什么呀 是从作业 A是错的 B 因特殊需要必须联系作业的 是不是大众说 必须有限以上 什么大众说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的证明 这句话太阴险 这种情况 你们在书上找到是哪 是什么呀 也不一定是环保部门 只要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 哪个部门都可以发证明 环保部门也可以发 建设不一定发 人民政府自己也可以发 对吧 说让一样发是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的证明 听明白了 不一定是啥大众所是建设的 你的事情恶心 那C 因特殊需要必须联系作业的 必须事先造成性的距离 并获得去同意 要去同意嘛 因为各种需要的话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需要有关部门证明 有了证明 旁边老百姓就忍着吧 要不要去同意啊 不用 最多的啊 公告一下 今天晚上该下期的下期 该看朋友圈的看朋友圈 发生你睡不着了 是不是 跟你说一句 发生你们是别吓睡了 忍着 是不是这样 第一 大家告诉 近日夜间进行产生 完整造成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但是因为特殊需要 必须联系作业的除外 对不对 对 嗯 好了 这个题选了 同样一道题目 可能很多人在B地之间在纠结 因为B看得很像 但是书上就那几个词 我通过这个题给大家强调那几个词 啊 好了 王家在走 咱们走到第九十三页 现场固体无人 是吧 括号移到下面这一段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次的去直辖市行动区处存处置的应当像固体废物移出地还是移入地 移出地的省次的去直辖市人民政府环保部门提出什么代表说申请 是不是 移出地的省次的去直辖市人民政府环保部门应当什么商经董大哥说接受地的省级人民政府环保部门同意后方可以批准去写固体废物出 是不是 往下走找到括号的二你们看一下括号的三举个四百分 关键是每多少平方米不差到四百分 每万平方米 三十四十五十这个随便看看啊 这个知道一下 违纳行为应当承担什么呀 法律责任 找到黑标词二括号一 是不是大家说 你们搞你们告诉出发是多少钱这个聚不停止土时放作业多少钱 一万到几万大家说一万到十万 来下面一个是出发几倍以上几倍一下的罚款 两倍以上五倍一下的罚款 这这期限不超过几年啊 不超过一年 是不是啊不超过一年 咱们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啊 咱翻过来说了 时工节约能源制度这一部分最多是两个人啊 最多是两个人 来 这个东西找到5021 五条施工合理使用于节约能源的规定 找到第三个 绿色施工沼泽规定 绿色施工是指在建设活动当中实现四阶级环保 八点 什么是四阶级环保 节能节地 节水节彩 简称能力水彩 与环境保护 一 合理使用于节约能源的一般规定 咱们找到什么呢 括号二 又能耽误的法定义务 找到进了行 又能耽误应当加强能源 计点管理 任何单位不得对能源消费实行什么事 实行包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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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包废 大家告诉我一下 对一个月交两个块钱的电费 电随便用 一个月交三五块钱的水费 水随便用 你们告诉包废制是不是导致到是浪费 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包废制 有 我觉得最搞笑的包废制就是自助餐 你们觉得自助餐是包废制吧 反正交一百八十八 谁也吃 是不是啊 你们知道不知道吃自助餐的最高境界 大家听说我是吧 在付出抢进付出抢出是吧 先饿了一天 饿了付出抢进 再吃着撑着付出抢出 但你知道吧 这个自助餐是这样来说 对消费者和对于厂商是不是都是坏事 消费者怎么办 我是不是损害了健康 而厂商怎么办 浪费了大量的食物 是不是啊 虽然我觉得自助餐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现实生活中有 不过来这个自助餐有什么好事 你们告诉我 自助餐为什么在国外国的很 第一 国外已经不把食物看成紧缺的东西了 是吧 谁也不会为了什么呀 为了多吃几口 为了什么呀 为了他偷便宜就拼命吃 第二呢 国外的劳动力太贵了 自助餐可以接送什么大办法 接送服务员 这是重要的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国外到处可以看自助餐 一般来说我的很多同事到国外访问的时候 哎呦 刚开始一个月保留食用胖子 到时候都自助餐 拼命吃饶 后来就发现了不想再吃下去啊 因为都差不多了是吧 你们知道有时候中国多穷啊 我听到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 也是一个好朋友 现在也是德国旺旺的教授 他说他83年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 83年啊 那时候没有几个人到美国是吧 然后去吃了一顿饭 惊奇的发现他的糖可以随便加 就是每个工程旁边放的糖 今天咱们觉得这是不是也很正常啊 早餐的时候糖你随便加 你想加一倒 全倒你完了都行是吧 当时你知道不知道 糖是不是要拼票买啊 他说哎呦 天呐 美国竟然糖可以随便加 他退了回去拼命加 拼命加 拼命加 他一杯咖啡店 几乎半杯糖是吧 喝着好爽啊那种 对吧 因为当时中国缺糖啊 现在谁还在乎那些糖啊 而我们你们住宾馆是不是也是包回去 就是交两百块钱 是不是随便费随便用 所以说有些人交了两百块钱 特别平衡 他一天洗了八字枣 平衡来洗回来 不洗他难受 好了下面啊 咱们找到是不是一个循环经济 你们自己看看 下面一个建筑节能的规定 有没有一个 新建建筑节能的规定 是不是大哥要说 换了第一句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 是不是大哥要说 大哥要说 应当按照什么大哥要说 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 对于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啥 审查 是不是 这里面我画了三个字 强制性标准 我们只看了是不是符合强制性标准 强制性标准 二 建设单位的节能义务 是不是 节能义务这一段结 这一段结束 对于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 不得处设计进行建筑 合格报告 是不是也是强制性三个字 强制性 是不是 三 下面一段 叫做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工程监理单位 第一什么 那叫做 及其注册职业人员 应当按照民用建筑 是不是又是结论强制性标准 是不是 下面 施工单位应当还是可以 应当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强制材料 保温材料 门舱 裁板这种系统和照明设计进行啥大段 说 插眼 是应当还是可以 应当 应当说明这是我们施工单位的什么大段 说 应 你必须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你就失职 大家知道这点啊 好了 下面两段你自己看一看啊 自己看一下 好了啊 往下面走 直接过翻到九十六月的 把这段说完 5023叫做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考虑责任 违法行为承担的考虑责任 这里面说了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力单位 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 有建筑部门责力改成处 多少到多少钱的法判 十到五十万 画手 十到五十万 是不是啊 这一段结束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 承担赔偿责任 是不是 隔一段 隔一段下面的 注册职业人员 为执行民用建筑节能强性标准的 有县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停止职业三个以上 一年以下 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资格证书 五年内不予注册 我们是不是有点熟是吧 但是咱们昨天第二章写的时候学的来 很搞笑说是安全是这样说的 按照道理的说的话呀 这个什么呀 没有按照节能强性标准施工的应该按照走资料这条路 结果是按照安全来的 因为安全说的 如果造成安全事故的话 停止职业三个以上 一年以下 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资格证书 五年内不予注册 哎呦 咱们这有时候傻的就乱了八道 你也别想得多了 在这里给我记忆 没有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性标准 什么来法做 施工设计的 停止注册职业是一年还是三个月到一年 三个月到一年 三个月到一年 三个月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